你有吃过鱼子酱吗? 或是你去过这些鱼子酱的产地吗? 而且你知道台湾其实就有产鱼子酱 而且像是知名米其林餐厅 Raw,泰瑞,小云龙银,一公勒木 Orchid, Moomate 等等 他们用的都是产自台湾的鱼子酱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黑皮肖奶奶 今天就要带大家走访位于台中古关松鹤部落的 鱼之香巡龙鱼料理 一窥巡龙鱼本人以及MIT鱼子酱的真面目 再来大快朵一番鱼龙鱼创意料理哦 Let's go 在进到餐厅前会看到一大片的养殖池 旁边有规划参观步道 可以很近距离地看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从恐龙时代白二纪就存在的动物 鱼龙鱼哦 天啊,这个是海豚吧 好大吃哦,超大 哇,我没有看过这么大只的鱼龙鱼耶 体型较大的鱼龙鱼一般年纪也比较大 主要以生产鱼籽酱为主 小吃的部分就是拿来做其他料理啦 白金鱼龙鱼哦 然后它们的蛋就是白色的蛋 风亭货油比较贵 这个鱼龙鱼界的白子 CD,我们没有猜错 白色的是基因变异的鱼龙鱼 产出的鱼籽是金黄色的 又成白金鱼籽酱 因为稀有啊,价格更是高昂 味道嘛,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开箱给各位看看咯 从不到下来后就到了餐厅大门口啦 还有可爱的柴犬迎宾哦 整个风景很棒,空间也很宽敞 但跟想象中吃得到鱼籽酱的高级装潢 有点落差 走的是比较亲民的山产餐厅路线 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旁边冷藏柜 哇,摆着许多不同种类的鱼籽酱耶 内销版的包装上面是用青花瓷跟印章的图样 用来送礼感觉很高贵大方哦 英文包装的则专门外销使用 名称为Afradate 是用美丽的希腊爱神的名字命名的 总共有三种不同品种等级的鱼籽酱 给大家参考一下哦 就定位后准备来点菜啦 菜单很贴心已经都配好了 从两人到十人的套餐 每种人数的套餐都还有两到三种左右的菜色选择 如果在没有喜欢的,部分餐点也是可以更换的哦 或是也可以再另外单点 除了巡龙鱼也有其他的鱼类跟肉类 种类可以说是超级丰富啊 我们点了双人B套餐 并将其中一道改为巡龙鱼的刺身 另外点了两颗鱼子酱开胃小点 哦,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哦 首先是现榨的纯果汁 吃得到纤维跟自然的甜哦,很有诚意 接着马上就上了鱼子酱开胃小点 哇,比我想象中的还精致耶 诶,这里不是三餐餐厅吗 法国面包加上龙虾沙拉,小黄瓜丝 烟熏熏龙鱼肉 最后再放上一大匙的Berruga鱼子酱 哇,漂亮漂亮 这真的是高级的颜色 鱼子酱是颜色越淡越大颗的风味更好 价格也更高 你看看这个灰色带橄榄绿的色泽 看起来就跟平常吃的很不一样耶 接着就让我们先单独吃吃看鱼子酱的部分 它不咸耶 很浓的鱼油味 好像有一点点坚果类的一些那种坚果油的味道 我觉得它的鱼子酱好像没有那种 顶破的那种 破一下的感觉 没有,它就软软的 它真的很鲜耶 它结合了很多鱼的鲜味在里面 有点像撒西米的鲜味 可是 它再咸一点点 天然的鲜味 然后再带一点蒸果的一些 奶油的一些香气 好大一个汤喔 我不想要掉进去 整体吃起来充满了不同层次的海味 但如果想要单纯品尝鱼子酱的味道 建议还是单吃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喔 接下来也是很期待的生鱼片上桌囉 哇,经营剔透的耶 说实话我还没有吃过鱼龙鱼的生鱼片 真的很好奇是怎样的味道呢 好脆喔 脆的耶 可是它比较有筋 很清淡 可是油脂味还蛮豐富的 好脆 好香喔 下一道滋滋作响的是 鹽烧熊龙鱼 鹽烧过后的熊龙鱼 保持着跟刺身一样的软Q度 多了一分细嫩又不失嚼劲 和奶油、洋葱、黑胡椒的香气超搭 很濃郁喔 接下来这道碧玉熊龙舟 厉害啦 看这个浓浓的舟体 还撒上了枸杞 有种很养生的感觉 是那种 像西饭式的那种 台式的舟 比如看啊 它汤好浓郁喔 你焦起鱼骨的鱼骨高汤 很骨耶 椒盐蛋白丢盘 没有多余的人工调味 将食材的原味彻底发挥 一边看着山井喝着这碗粥 彷彿身体在与大自然共鸣 吸收着天地精华一般 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哇 在胶原鱼骨耶 最后一道是养生银耳熔手锅 选用鱼头以及软骨 搭配白木耳以及十几种药材 慢炖而成 这就让我们的汤王艾利克 来为我们试吃看看 里面有放口气的味道 有点点没有 葱咬味 你看它这个汤 应该就是以收味为基底的汤 喔 鱼汤 就鱼汤 比较清淡一点吗 比较清淡没有辣 这个是它的熊龙鱼骨的部分 你看 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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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吃起来什么味道 一下就咬断了 它很像石花粽吗 含天果粽的感觉 然后再脆一点点 很像那种很软松的鸡卵 喔 软骨 好神奇的口感喔 有点蛋白 吃饱后还有很棒的店狗送客服务 真的是比甜点还甜啊 好乖好乖 OK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菜色是蛮特别的 而且充分发挥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口味偏清淡养生一点点 但吃完之后会觉得身心舒畅 没有什么负担 而且最大的重点是 还能吃到台湾产最新鲜的鱼子酱 那个层次丰富的味道 真的是一改我对鱼子酱 就是死闲的刻板印象 价格其实也不算太贵 CP值算高 我个人很满意 有机会会在访喔 推荐给你 值得专程去尝尝看 而且呢 附近就是有名的 谷关明治温泉喔 建议可以安排个温泉之旅 顺便来吃 像我们这次就是 在去谷关 侯西诺亚的路上 顺路来这边用中餐 吃饱刚好可以去check in 算啦 如果想要看 侯西诺亚月见房开箱影片 也可以点击上方资讯卡 或稍后的结尾画面方框 我是黑皮小奶奶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有任何想要跟我说的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喔 我们下次见 拜拜